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人民就会问我 说廖委员 他的证捷案子什么时候会枪毙 我说我不知道 我只看到 法务部有发布一个讯息 说端午节以后马上要起诉 而且法务部检查总长已经有交代 要速审言办 对特定案件 我是不便表示意见 不过一向 像这种重大案件 社会重大矚目案件 有重罪案件 本来在司法界就有一个 重大案件的速审速节 这样的一个办法里面 你基本态度你刚才讲说要速审 刚才你讲到 法务部是速审言办 你现在是速审速节 是不是 我不是说针对这个个案 我是说一般的 我们对于这种重大案件 这个是不是重大案件 这当然是重大案件 那你们地方法院 可以不可以在一个月到一个半夜里面 把它做一个宪判 那个个案 这个是要个案的合议庭 你今天不要给我推线 你不能给我推线 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 这是全国矚目案件 我在选期 选民都已经在关心这个案子 选民都非常关心 我希望一审 不要超过两个月 做得到吗 二审也不要超过两个月 我已经给你很宽的时间 一审两个月 其实我看很多的案子 一个月就OK了 我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郑洁的粉丝 你看一下全国已经抓到十几个案子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在这 借这个机会花一点时间 就是因为全国矚目 而且怕发生这样的示范效果 所以一定要赶快速审速节 就像以前的绑架案子 啪啪啪啪的绑架 后来棒棒棒几个以后你看 就马上就停止了 你这个案子我告诉你 你如果不敢再办的话 真的我很担心 我们今年下半年是预算审查 我看你这个案子的速度怎么样 来决定你们的 这个预算审查的速度 希望秘书长能够听进去